那之前呢 这个党主席江启仁也说啦 这个议长呢 绝对要守住 否则呢 他就要下台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也传出啊 兰姻议员 好像有跑票的情况 明明了解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呢 照理说 因为兰姻现在是居多数嘛 再怎么样都是囊中物啊 那现在江启仁的危机 主要在哪里呢 到底是有多少人会跑票呢 危机非常的多啦 坦白讲 就是说以现在国民党在市议会 还是多数的状况之下 议长应该是囊中物 可是为什么会这次搞到说 这个议长宝座都还有危机啊 当然是凸显是说 江启仁 因为一直 党中央这边 就是一直被人家批判说 不管是江启仁 或是李乾隆秘书长 他们对高雄的生态 就完全不理解 所以就是一直要仰赖 包括这个就是地方党部 然后庄启望来的消息 那问题是说 庄启望 他在这个 这个高雄市议会 虽然他也是前议长 问题是说 他在高雄市议会的 这个人和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导致了 变成 就是说他们高雄市议会 也分两派 变成年轻派 跟这个资深派 会有这个意见不合的状况 所以才会到时候 那个假投票 本来那个庄启望 就是以这个庄启望为首的 这个党团 这个地方党部 他们是要力推 力推陆淑美 可是没想到 就引发了年轻的 这个议员的不满 所以他们就改推了 阿勾曾丽艳 那最后没想到 假投票还是由曾丽艳来出现 你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包括了地方党部 跟这个在地 这个党团的一个意见的落差 那为什么江启臣 他们一直被批判说是失能 失能 就是你除了 对这个高雄市议会的生态 不理解 你才会这样子荒腔走板 你连地方党部都镇压不住 你把到手的议长 恐怕都要拱手让给他人 这当然对江启臣来讲 是一大危机 最近江启臣 就是前几次 大家有个聚餐 就是在场的记者 都形容说 江启臣 就是很累 看起来就是整个很累 就摊坐在椅子上 必须假如就说 这次除了议长的 这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考验之外 李梅珍 李梅珍当然知道 大家知道他选情不是那么好 可是李梅珍 现在最大的考验是说 他到底能不能守住三成的 所谓的这个基本盘 你看他现在的民调开出来 都二十几趴 如果你一直没有到三成的话 现在地方一直在传言说 那八月十五号 就是江启臣可能会面临 他的逼宫 他现在今年有两大危机 一个是八月十五 如果他败选的话 败选这是一个关键 那李梅珍的得票数是一个关键 如果他没有到三成的话 他绝对会立马被接受到 他现在传出说 他可能不用等到八月十五了 江启臣可能就要提前下台了 我自己是没有那么悲观 你总是要让他选完嘛 因为你选战很难讲嘛 搞不好到李梅珍开出来 票数还不错啊 对不对 所以李梅珍能不能三成保卫战 这是一个 那如果说李梅珍又败得很难看了 八月十五是一个关卡之外 另外全贷会 全贷会一定也是一个关卡 因为张启臣你看他从上任至今 他已经遭受多很多次讨厌了 包括说他的两岸论述 本来不是大张旗鼓吗 还下面开了很多的改革委员会 结果呢 他的两岸论述本来要把九二共识 给拿掉的 结果马英九的一通电话 就是表达不满 他九二共识马上又缩回去了 那你改革你是改革假的 那些两岸论述 你开了那么久的会 你把大家当塞嘎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的两岸论述 其实这个改革也算 没有交出成绩单 那加上你的辅选 李梅珍如果票数开的不漂亮 那还有他这个废考间 也许待会大家会大谈 这个废考间的问题 废考间现在临维州 跟他唱反调 临维州就是一定要冲 要废考间 那江启臣就变成刹车皮 反正又缩回去 又缩回去了 对那你这个 对外面的人来讲 你大家看不懂 你国民党现在到底是打什么球 可是我们会从看 你从议长的选战 一直到两岸的论述 然后一直到 后来废考间的一个议题 你真的能够凸显说 江启臣做这个党主席 做得很无力 也看得出来 他现在被逼供的态势 非常的明确 谢谢大家